惊天魔道再次出击,进攻世界最大的安保系统。 面对保安严密的搜身,女魔术师居然把东西藏在这么私密的地方。 这一次,他们还能成功吗? 今天木卫给大家讲一部高分犯罪电影《惊天魔道团2》。 自上一次四骑士完美逃脱后,骑士终于接到了新任务。 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叫欧客的公司, 他们依靠高科技芯片偷取用户隐私数据。 那我们的侠盗骑士当然不能忍了。 于是在欧客的新品发布会上,骑士们登场当众揭发该公司的恶行。 但是,情况不对,怎么来了许多警察? 原来他们中了圈套,众人上楼顶企图用管道逃跑, 而这一下就直接跑到了中国,空间穿越? 骑士有点懵,这时四骑士之一梅里特的哥哥出现了。 几日前,他哥跑去他们的住处,通过催眠得知了一切。 才有了表演被破坏并将众人催眠运到中国的一幕。 他带着众人见到了一切的幕后主使,哈里。 哈里威逼骑士,帮他偷欧客公司的芯片。 迫于无奈,骑士们只好答应下来。 几人来到了一家魔术店定制了一批道具, 随后定制了详细的偷取计划。 首先他们催眠了要去欧客公司参观的人, 假扮他的团队来到了目的地。 进去之后,梅里特假装过敏,吸引保安的注意, 杰克趁机躲在设备底部偷取芯片。 但这还是引起了警卫的怀疑,搜身是免不了了。 不过,他们早有准备。 藏东西对魔术师来说,那是小菜一碟。 当保安搜到女骑士鲁拉的时候, 他居然把东西藏到了那么私密的地方, 真是大胆啊。 在众人娴熟的配合下, 他们成功拿到芯片离开。 与此同时,骑士团的团长班纳来到中国找到了这家魔术店。 他从店员杰伦哥那里打听到了骑士们的下落。 顺着得到的情报,他来到了一条巷子。 在这里,班纳看到了骑士之一的丹尼尔, 他自称接到了来自魔术师总会天眼的消息。 只要他把芯片给天眼, 那么组织就会帮助他们应付幕后黑手哈利。 这时,哈利带着嘲笑声走了过来, 原来天眼是他假扮的, 为的就是防止他们拿到芯片跑路。 保镖们开始殴打丹尼尔, 逼他交出芯片, 而班纳也冲上去抓住丹尼尔。 不过他是为了救人, 假装拿到芯片后就把丹尼尔推走了。 没有得到芯片, 哈利一群人只好把班纳抓住带到了船上。 在这里, 班纳见到了哈利的父亲。 两人让手下把人关在箱子里丢到水下, 面对不断上涨的水位, 班纳不断挣扎。 最后, 利用手表的零件开了箱子跑了出来。 岸边骑士们赶到这里, 正好遇到游上来的班纳。 众人来到买道具的魔术店, 大家商量着怎么让哈利他们付出代价。 但是, 大家即使有想法, 身边也没有资源了。 这时魔术店的老板走了出来, 他告诉骑士们, 他们这里就是真正的魔术师总会, 天眼。 得到组织帮助的骑士们在网上立马发表了伦敦除夕夜的表演预告, 说要在那天用芯片揭发哈利等人。 哈利与骑夫决定坐飞机前往伦敦, 要阻止他们。 同时, 各路警方也展开行动。 预告日, 骑士们为了分散各单位的注意, 他们在人群中开始表演近景魔术。 就在各路人们赶到准备要抓他们的时候, 骑士们居然集体消失了。 不过好景不长, 对方人手太多, 他们最后还是被抓到了。 众人被押上飞机, 在哈利的威胁下, 骑士丹尼尔交出了芯片。 之后, 众人被丢下了飞机, 不过他们并没有死。 原来, 飞机根本没有起飞, 一切都在骑士的控制中。 在众人面前, 他们揭露了哈利一伙的丑恶嘴脸, 警察也上前抓住了两人。 做完一切后, 骑士们又消失在了人群中。 我不知道四席室是否还会再出现, 但我知道, 这次的出现让世界上少了一个用心险恶的组织。 木卫说电影, 每天陪伴你, 我是木卫, 咱们下期再见。